我要概述一下今天晚上的内容,以便为以后的讲座,点点基础,也要讲到进化的主要路线,最明显的那条进化路线,必然涉及到物质的进化,涉及到原子的研究,涉及到原子物质的本性。 这一部分会在下周讲到,有关原子的进化,科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,从上个世纪的视角来看,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,后来原子被认为是组成物质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,现在原子被视为能量中心, 或者说电子能的中心。研究物质的进化,我们很自然地被引领着去研究形态的进化,或者说原子集合体的进化。 接下来,我们就会对这些形态进行饶有兴趣的思考,而不是把注意力仅仅放在物质上。 这些形态也存在于更加细微的层面,比如说思想形态,种族形态,还有组织形态。 在这项双重意义的研究之中,神性的一个方面要进行强调,我们可以使用神性这个术语。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宗教化的表达,换个词,我们也可以说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。 然后,我们会被引领着去研究智能的进化,或者说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架构起来的心智因素的进化。 它会像我们揭示这样的一个世界,它不是盲目的前进,而是在其背后有一些计划,一些协调性的架构,一些框架性的概念,通过物质形态,这些概念等以表达。 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难以理解,原因之一是我们正处于转型期,计划,尚不完善。 我们远非个体这样简单,我们是一个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,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点点,在那里看到了一点点。 但是这种整体的宏伟性对我们来说并不显著。 我们可能有一个愿景,我们在某个时刻可能得到启发。 但是,当我们在生活中各个层面打交道的时候,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把那个理想在物质层面进行表达的可能性。 因为形态和利用形态进行表达之间的这种智能层面的关系,需要太多的整合。 对智能因素的认知会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去思考,意识进化的多样性,即从类人种进化至人的意识,从人的意识进化到超级人类意识。 超级人类意识虽然无法证明,但是我们可以在逻辑上假定这样的可能性。 然后,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,存在所有这些因素的背后是什么? 那么,在客观形态和生命智能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种进化,与我,与人的本我相对应? 在自然中,在我们周围所见的一切当中,是否存在一个个体化的,拥有自我觉知的意识的存有,在引导这一切。 如果存在这样的存有,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存在,那么,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它的智能表达,看到它的计划,开花结果。 即便我们不能证明上帝或者说神圣的存在,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,它的存在是一个合理的假设,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测,一个可能的解答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谜团。 但是,要解释这一点,必须要去证明,存在着这样一种智能性的目的,它通过各种形态,通过种族,通过国家,通过我们在现代文明当中所看到的所有事物,表达了出来。 我们也要去证明,实现这样的目的,所采取的方法,以及计划的逐步发展。 在证明的过程当中,我们或许可以看到,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,我们会面临着什么。 我们短暂地思考一下,我们所讲的进化过程是什么意思。 这些词汇一直被使用。一般来说,进化这个词,意味着从内向外展开,从中心向外拓展。 但是我们显然需要更加清晰地对它进行定义,从而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读。 我遇到的最好的定义之一,就是把进化定义为不断增强的回应能力的展现。 当我们去考虑物质层面显现的事物时,这个定义很有启发性。 它涉及到振动的概念,以及对振动的回应。 最终,我们要舍弃使用物质这个词,而是使用一些,比如,力的中心,这样的词语。 这个概念,适用性强,对力的中心刺激的回应,可以更准确地被观察到。 考虑人类的意识的时候,这样的定义,就有真正的价值。 它涉及到了主体不断增强的认知,以及主体对所在环境回应能力的提高。 它最终会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统一存在的理想。 那就是,所有进化路径的整合,也会带领我们走向中心的生命,或者说生命力的概念。 这个中心生命,把所有进化中的所有元素整合,并保持在一起。 不论这些进化中的个体是物质元素,比如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中眼中的原子,还是意识元素,比如人类。 这就是进化,在所有的元素当中,展开生命的过程。 一种发展的动力,最终融合所有个体单位和所有的团体,直至包含所有显化的一切。 你可以把这个总和叫做自然,或者说叫做神,也就是所有意识状态的总和。 这就是基督徒说,我们活着,行动,生存,都在于他时所指的神。 这就是科学家所认知到的力量,或者能力。 这就是哲学家所指的灵魂,或者说宇宙意识。 同时,这也是一种智能的意识。 它控制、制定、约束、建构、发展着,让一切达到终极的完美。 这是物质本身、原子、人类和所有的一切内在潜藏的所固有的完美。 这种对进化过程的解释,不会让我们把进化看作外部的神灵,将其智慧和能量倾洒进入一个等待中的世界。 而是把它看作世界本身暗藏着的某种东西。 它隐藏在原子的中心,隐藏在人的内心,隐藏在地球和太阳系的核心。 它驱使着所有一切,朝着目标前进。 它是一种力量,逐渐地从混乱当中恢复秩序。 它是短暂存在的不完美中的终极完美表达。 它是看起来邪恶,实则为至善的本质。 我们最终会从黑暗和灾难中走出,认识到它的美丽、正义和真实。 这就是我们在那些受到启发的美好时刻所设想和构想的一切。 进化也被定义为周期性的发展。 这个定义给我带来了一些想法,我非常渴望大家都完全掌握。 大自然不断重复,直到它达到了某些确定的目的,产生了某种具体的结果。 对振动做出了某些回应。 通过识别出这个行动,就可以证明出其内在存在的这种智能的目标。 而达成这个目标,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辨别,或者说明智的选择。 在不同学派的教科书当中,使用了很多词汇来传达相同的理念,比如自然选择,或者吸引和排斥。 如果可能的话,我想避免使用技术性的术语。 因为它们被一种思想流派用来表达一种东西,而被另一种思想用来表达不同的东西。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用意相似,但是与某种特定学派的想法无关的词语。 我们就可以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启发。 太阳系中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不过是原子,或者说人在不同的行星和太阳上所表现出来的辨别能力。 它存在于各种原子当中,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适应力,或者说通过接受或者拒绝某些因素来成长和适应环境的能力。 它在人的身上体现为自由意志,或者说选择的力量。 对于秀为高的人来说,可以看作一种奉献的精神。 一个人选择了某种特定的线路,以造福于他所隶属的团体,并拒绝那些纯粹自私的事物。 终于,我们可以把进化定义为有序的改变和不断的突变。 它可以从某个个体或者是原子无休止的运动中所体现出来。 它可以从团体之间的互动中体现出来。 也可以从一种力量或者能量与另一种力量的互动作用中体现出来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